中国配偶妈妈发了这些文 让人家觉得是不是背后不单纯的 来电影怎么看这个背后到底这个妈妈 是因为迫于行事 是因为人在那边 所以必须发这样的文吗 那特别是说你既然都说中国这么好 那你小孩是不是留在中国就好了 确实这样的问题 是不是他妈妈是被迫了 这是值得探讨了 这大概目前也不会查不出来 但是我要这样子讲是说 这个小孩子台湾花了很多时间不从海机会 然后透过台商千里送这样子的药 我认为是做对的事 为什么因为他是我们的国民的小孩 所以我们去对他用健保的资源 其实健保就是我们很多人的纳税钱 去救自己的人这件事情对了 但是今天被中国的这个政治操作 如果他的这个妈妈的发文是说 感谢台湾政府有人道民主 我相信他的文会发不出来 甚至他妈妈被逮捕 一定会在中国会出事 所以他只能发出这样子的文 那他是不是真的发自内心的 这是另外一个值得探讨的事情 但是台湾我认为说目前的防疫 代表现在防疫是对的 因为中国他到目前为止还是政治思考 他还是在不管是这个所谓包机第一波里面 被塞了这个所谓确诊的台商 有没有这种民当外的这种政治上的 所谓的攻击 或者是政治上的操作 其实到目前为止 从这个发文看得出来 中国到目前为止还在做政治思考 那我国比较可惜是说 像马英九这种人还跑出来讲说 这个两岸没有国籍的问题 不应该是这样子 他去乱栽赃这种歧视 其实目前台湾防疫的手段跟美国几乎同步 美国的政策是什么 美国是说如果你是外国人 你曾经去过中国一律禁止入境 台湾一样嘛 如果你没有我国的国籍 你在中国 那你在中国你不能入境 这件事情跟美国的政策是一样 没有人会去骂美国不是民主国家 没有人会去骂美国 你没有人权 但是唯独马英九 这个时候他会跟你讲说 这个没有国籍的问题 这是荒谬的 大家如果回溯前一段时间 马英九讲什么 他说台湾管制口罩是非常失策的 完全没有爱心 不应该考虑政治 政府应该赶快送口罩去大陆 当时是马英九这样子讲 现在回过头 现在的执政者是有远见的 他知道口罩是人 应该说一般民众 最简易的防疫的方法 他有远见 知道说台湾未来的口罩会缺 所以当时的这个政策 管制口罩政策 南韩的媒体 南韩的议员 南韩甚至有30万的网民 去占台 说台湾的政府是先知 马英九有没有远见 他当过总统 到目前为止还在讲说 这个两岸不存在国籍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不可思议 他不存在国籍 那是哪一个国籍 确实 为什么在这边要做话分 全球目前 之前前一段时间讲 WHO去讲说 不应该不建议限制 到中国的旅游跟贸易 到目前为止在这个基调 他当时宣布 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时候 有63国打脸WHO 他跟你讲说 我们都是对中国进行 人口流动的管制 63国 到今天为止 100国打脸WHO 所以在这边很清楚是说 马英九还在这边讲 两岸没有国籍的问题 好像不应该去歧视 其实我们台湾目前的 他的意思是说 是同一国就对了 他的概念 台湾跟中国是同一国 前面先说要送口罩去 然后台湾现在口罩的问题 是很明确 现在政府判断是对的 不应该这样子 无限的送出去 那现在马英九不讲了 他跟你讲说 两岸没有国籍的问题 好像是这些什么 所谓小民要进来 我认为马英九到目前为止 还在跟中国 帮中国在唱和 这件事情是非常严肃的 我刚才提到 美国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澳洲 其他的民主国家 在管制中国人员的进入 立场是一致 台湾的防疫手段 到目前跟国际立场 是一致的 那我看不懂 马英九在干什么 中国他实际 已经说是医疗体系崩溃 他已经不知道 哪边是病源 南韩他其实在 光州封院之后 也有一些 这样的一个症状 就是类似感染 新加坡的 今天卫生部长 也对这件事情 特别讲 他说他虽然有 四企的本土病例 但是他们确定 他们的病源 感染源在哪里 就OK 那台湾目前出现了 这一个案例 虽然还没有找到 这个确切感染源 但是因为他有一些接触 而且他已经超过14天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真的不应该 过度的担心 那最后我要特别提日本 日本为什么会被 特别去检验 是因为他已经有医生 司机跟家庭主婦 是本土感染 但是他来源 还没有那么明确 所以日本的情况 比我们严肃 从亚洲国家来看 台湾目前防疫 还做的相当的 我认为相当的水准 所以不用过度恐慌 但是也要 秉除像马英九这样的人 很棒